央行日前寄出了第七波信用管制 名下有房产,购物贷款没有宽限期 而全台第二户购物贷款成数降到了五成 冲击换屋和多屋族恐怕面临缴不住贷款,违约断头 民间团体认为这次信用管制应该常态化 才能看到效果抑制炒房 为了让高房价降温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 打击房市力道出乎预料 民间团体认为这波信用管制渴望抑制房价 但就怕信用管制提前喊咖 央行其实有一些信用管制 他其实是可以长期期许进行下去 的确比较担心的是说央行就到时候就用 明明是撑不住 但是他却用说效果已经达成了 然后取消了这些相关的信用管制 又让房市就是往杠杆变高 然后继续炒作的方向发展 民间团体认为这波信用管制 必须常态化才能看到效果 这次只要是非首购民众 都将大受打击 因为央行不仅调降全台第二户 购物贷款陈述到五成 没有款限期 还提高存款准备率 不只换物和多屋族恐面临缴不出房贷 中小型建商若无法有效周转资金 也容易有倒闭风险 针对有换物需求民众 有专家建议 可以把预售物转到名下 没有房产的家人 但得留意赠与税等问题 未来二线地带和城屋 预期迎来价格修正 有专家认为 未来房市将转为买方市场 何时出现交易量速后卖压 得持续观察 继续温持国军林台报道